近日,随着哀劳山持续火爆,不少人都想上山一堵真容。 国庆假期期间,绕山而上的路竟开始拥堵, 有网络博主甚至想方设法逃过广乎, 擅自进入保护区探险, 令保护区工作人员和专业救援人员后怕不已。 哀劳山并非一座山,而是一条狭长巨大的山脉, 全长约500千米,分布范围涉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、 楚雄遗族自治州、玉溪市、普尔市、 红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等山体相对高差大, 气候垂直分布明显,森林折天蔽日。 目前,哀劳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, 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与服务, 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, 如玉溪市、兴平县的哀劳山景区、 红河哈尼梯田等地。 哀劳山脉中段和北段, 则属于哀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 其范围内神秘凶险, 曾有专业人员在此遇险。 天气变化多样, 一会儿效益,一会儿天晴, 一会儿起步, 然后这个温度也比较低,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温度非常低, 然后假裳湿度很大的话, 这个风险就比较大, 如果生不着火, 不能起暖的话, 这个就会导致室温症。 二路上最危险的东西就是寒冷, 室度比较大, 如果说人一旦室温的话, 就会非常危险。 山上的温度基本到晚上都会下降到, 哪怕到夏天都会下降到10度以下, 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接近零度, 温度低就导致人容易室温在野外的话。 地形复杂, 勾股纵横, 埃劳山内气候多变, 方向辨别困难, 通讯信号难以保障等风险, 让庄业人员都对其心怀敬畏。 除此之外, 埃劳山生物多样性丰富,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黑罐蝉碧园, 硬只辉叶猴等的主要栖息地, 在森林内也容易和狗熊、野猪、毒蛇、 马桓等野生动物不期而遇。 这个埃劳山它海拔比较高, 这个天气比较寒冷, 像满蛇这种动物的话, 在埃劳山保护器是没有的, 它满蛇主要生存的环境是在刚热猴狗, 就是猴狗地带热的地方, 但是这个毒蛇的话就有, 就比较多, 肤蛇类的像菜花落铁头这些, 还有竹叶青都是比较多的, 所以人员进入被毒蛇咬过之后就很难救治。 近年来, 埃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 通过严格的法规限制和有效的巡护工作, 确保了保护区内的生态安全和物种多样性, 按照有关规定, 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在自然保护区内 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, 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则领其改正, 并可根据不同情节, 除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。 广大游客如果要到埃劳山来看风景的话, 建议到已经开发好的这些景气里面去, 其实这些景气已经代表埃劳山的景观了, 禁止游客进入未开发的保护区里面去, 这个将面临很大的风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